大家好,我是Den 12月8号,庞谈所有人成员J-Ho 在IG上传了一张穿着衬衫的照片后 马上就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争议 BTS有很多学生粉丝 需要穿这种印有保险套图案的衬衫吗? 衣服太色情了,坑耳心等的留言 然后这个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热搜的二位 其实在看到这个报道之前 我还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图案 这些黑粉真的是比粉丝们还要关注成员们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衬衫是美国设计师与英国厂商合作制作的商品 目的是为了提倡安全的性关系 不要把避孕责任只推现给女性那种非常正面的内容 况且J-Hope虽然是男生 但是在这之前也穿过宣导乳爱的T恤 购买协助男非女性们资历的非盈利团体的装饰品 使用帮助为安妇奶奶们的手机可腾 在各方面关心了女性人群 所以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现在这个年代 就算你立志要成为一名黑粉 也要动动大脑需要做一点功课 要不然只能变成一个 真的是三观很正的青年 那些记者们请不要用在黑粉论坛创造的争议来报道新闻 到底是把保险套想成什么的话会觉得肮脏呢 好好接受性教育吧 对防弹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发表新歌就会听一次的别家粉丝 但是看到这个后变成超超好感了 其实第一次听到防弹开设IG个人账号的时候 一方面虽然很开心 但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很担心 因为就觉得以后很多有心人士 会监视成员们上传的所有照片后 创造出各种争议 就像前几天 V不小心追踪了IG自动推荐的剪影账号后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点了什么 等工作人员告知后才取消了追踪 就这么一个你我可能都会发生的意外事件 结果就有一些不理智的粉丝们 去牵你的IG做一些无脑的事情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 做这种事情只会给自己的爱豆招黑吗 虽然我不能代表什么 但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向BlackPink粉丝们道歉 真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理智的追星 下一个消息是 新人女团Eve在出道第七天 就以主打歌Eleven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而不只是在韩国 在皮尔布的Hot Trending Tool Chart拿下了一位 日本音乐网站三位 中国QQ音乐日间五位等 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昨天Redweb成员Joy 在IG上传照片后留言了 对这是Ive的出道区Eleven的歌词 其实唱这个歌词部分的是Ive的日本成员Lei 而Lei是Redweb的Joy的铁粉 Lei有最崇拜的艺人吗 Redweb的Joy前辈 然后在送Joy的签名专辑内写的尊敬的Joy前辈 前辈你好我是Ive的Lei 我是看着前辈有了当歌手的梦想 我以后也想要成为与前辈一样 可以给大家幸福的帅气歌词 请您期待 真的是Skin的 Redweb的Ivo两家都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